您好 欢迎收看KinnyTV快报 清体部部长杨晓双丈夫所领导的公司 获得一项雪兰额公交项目的合同 而在近期陷入争议 不过 反弹会主席阿展巴基指出 有关公司获得合同并不存在任何问题 是源于其中一家货班水州政府的 需求反应交通DRT项目合同的公司 是亚洲移动科技私人有限公司 而这家公司是由杨晓双的丈夫 拉曼詹德兰所领导 因此有批评者认为 其中涉及彭党元素 不过 阿展巴基今天在吉隆坡出席活动后表示 这个DRT项目是由雪州政府颁发 而不是杨晓双管辖的清体部 因此并不构成利益冲突和违法行为 马兴社报道 阿展巴基解释 根据法律 如果一个人是从与他无关的机构或单位 获得合同或任何形式的利益 就不会构成违法行为 而清体部与雪州政府之间并没有关联 因此他不认为有任何不当行为 亚裔公司今早也把文告强调 DRT项目不存在猫腻 同时他们将考虑在必要时 采取法律行动 维护信誉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上星期五也曾驳斥外界的质疑 澄清雪州DRT项目底下的两家受委公司 都是经过严格的禁职调查 没有猫腻 根据黄思汉 这两家公司是在去年9月20号获得委任输 亚裔公司成立于2018年 创办人是杨巧双丈夫拉曼詹德兰和商人詹德兰 詹德兰也是当今大马的联合创办人 他在2022年卸下当今大马执行长职位 目前还保留董事身份 虽然雪州政府和亚洲移动科技公司都极力澄清 雪州需求反应交通DRT项目不涉及捧党交易 但是民权共识党主席拉玛沙米表示 即使亚裔是凭借实力获得项目 也难以摆脱偏思和捧党的印象 拉玛沙米发文稿说 杨巧双和丈夫拉玛詹德兰应该了解 获得DRT项目所带来的政治影响 而且公司执行账是杨巧双的丈夫 雪州政府怎么能够通过直接谈判的方式来颁发项目 另外 武统最高理事博爱也质问 如果杨巧双的丈夫获得项目合同没有问题 那么反弹会当年为何调查妇女部前部长沙利扎和丈夫的国家养牛中心案 不爱说 沙利扎和家人因为这宗案件 12年来成为诽谤的受害者 换个焦点 继副首相阿姆扎西之后 彭衡州屋大臣妄罗斯迪也入禀一份法庭宣誓书 为纳吉的追加服刑申请背书 望罗斯迪声称 博工部部长东姑扎夫鲁告知他 第16任国家元首阿都拉扒出御令 除了减免纳吉的老妻和罚款 同时也发出另一项御令妇录 让纳吉在住家完成剩下的老妻 而不是在任何监狱 也是胡同副主席的望罗斯迪是在上星期二 与吉隆坡高厅入禀宣誓书 而当今大麻是在今天看到这份法庭文件 望罗斯迪在宣誓书中声称 他获知所谓的妇录后 与几名乌同领袖出席了在扎西住家召开的会议 以讨论相关事宜 根据望罗斯迪的说法 扎西在会议上表示 他看过了东姑扎夫鲁出事的特摄领妇录 无论如何 根据总检察署在5月23号扒给法庭的回应 他们反对纳吉在诉讼中纳入望罗斯迪的宣誓书 总检察署主张 纳吉太迟提交文件 特别是民事法庭已经听取各方的口头陈词 并责定6月5号决定纳吉是否可以获得准令 望罗斯迪是第二名针对纳吉居家复兴仪式 入禀宣誓书的胡同领袖 扎西在4月初时也为纳吉入禀宣誓书 立正允许纳吉居家复兴的特摄领妇录确实存在 他声称东姑扎夫鲁和其他政府成员也看过这份文件 不过东姑扎夫鲁较后出面表明 扎西的证词有误 随后也入禀法庭 希望纠正扎西的部分证词 但是法庭驳回东姑扎夫鲁的申请 要求他等待纳吉诉讼拿到准令后才申请 大马医药协会透露 几乎所有的政府医院和诊所都陷入人手不足的困境 医药协会近期展开的线上民调显示 只有5%的受访者认为公共医疗机构人手充足 而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 医生辞职或调职是造成人手短缺的原因 医药协会建议 卫生部提高医生的薪水 以便留住他们 医药协会也点出 好几批医生的合约将在这个月和7月结束 但他们还不知道何去何从 难道政府不该留住他们 以缓解人手严重不足的问题吗 槟城双西八甲将迎来补选 西蒙预料将交由公正党再次上阵 根据新报报道 槟城首长曹关友透露 虽然团结政府成员党还没有进行协商 但是大家已经有共识 会优先考虑让原先上阵的政党出战 曹关友表示 团结政府成员党将会在这个星期开会商议 他也相信公正党内部已经针对这个课题有所讨论 槟城双西八甲的远任州议员诺詹比利 在上个星期五秉试 诺詹比利来自伊党 他在去年周选 以1563张多数票击败公正党候选人诺西打压 国阵兼不同主席阿姆扎西则表示 无论双西八甲补选的候选人是否来自国阵 国阵保证会为团结政府的候选人助选 东方日报报道 仍在上海的扎西表示 团结政府还没有仔细讨论候选人的课题 但是无论是谁上阵 国阵尤其是胡同将会启动竞选机器 为团结政府的候选人助选 扎西强调这是为了确保团结政府的候选人能够胜出 从而加强宾州政府的支持 在观看KinneyTV新闻影片的同时 我们也呼吁你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 付费订阅当今大马文字版 一旦成为当今大马的订阅户 你就能够阅读完整的报道内容 同时掌握最及时的政治动态 你付费订阅的举动将帮助当今大马 在独立媒体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为你制作更多优质内容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留守KinneyTV的YouTube Facebook和Instagram 也欢迎您订阅当今大马混字版 我是叶伟文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